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条石荒的船正好这时候也在河面上 很快这个漂浮的铁桶就让船主看见了 船主靠近铁桶打捞的时候 一具无头尸体漂浮在水面上 这船主一看这可吓坏了 以至于他愣了好长时间这才惊呼起来 惊叫声很快招引了蟒蛇河南岸的群众出来看个究竟 有明白怎么回事的群众立即拿起电话 向沿都警方110报案 马沟镇北下村蟒蛇河里有一具无头尸体 这时候啊春节刚过 这才正月初九 值班领导呢是政委师森堂和副局长王志明 当时他们就向报警的辖区派出所和刑警队下达指令 立即赶赴现场 水警大队一号巡逻艇 也似拖闲之箭似的沿着蟒蛇河逆流而上 正在基层指导工作的局长长宇春得知之后 也赶紧到了现场 多路人马冰河一处 这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15分了 在长局长的指挥之下 计真人员呢立即对现场进行了精心细致的勘察 一只装有尸体的铁制油桶静静的躺在蟒蛇河上 桶里啊充斥着大米 这大米呢已经被血水和河水都给浸透过了 都膨胀起来了 无头尸体就被埋在这些大米之中 经过法医现场初步检验 死者是女性 无头根据肢体特征分析 像是从事水上作业的劳动妇女 年龄在35岁左右死亡时间 估计是在一个月之前 最先发现这只铁桶的那条石黄船的船主 在刑侦民警的询问之下 说他呀只想捞那个铁桶 当他靠近那个铁桶掀开盖子的时候 突然就看见铁桶里边有一具无头尸体 当时吓得是魂飞魄散 就想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其他的再也反映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了 两岸的群众和过往的船商也不太知道怎么回事 也都认不出来这具尸体 只提供了这么一条线索 说装尸体的铁桶啊 一般运输船上都有 要么用来盛米 要么用来盛油 各路人马简要汇报了情况之后 那么下一步的工作思路 也在各位刑警的头脑之中形成了 那就是立足盐都辐射周边 寻找尸首 确定尸源 寻求突破 以常宇春局长为组长 徐承文 王春泉为副组长的二四专案组 就这样 开始了侦破之路 与此同时 几千份紧急协查尸源的通报 也迅速飞往周边县市区的公安部门 连夜全县二十一个派出所的二百六十余名管断民警 对有关失踪妇女进行了拉网式的排查登记 二月五号破晓时分 从学妇派出所排查的一条线索 迅速的反馈到了专案组 说是年前呢 兴化市大朵镇东流村的流应站和江存兰夫 他们把船停在了严都县学富镇柴沟村 干嘛呢 卖油 到腊月十三 流应站船上的油已经卖光了 由于他的油啊 油质好 而且价钱公道 四乡八林的村民呢 也都听说了 都敢过来买油 淳朴厚道的江存兰 对有点失望的村民们说 哎对不住了我们呢得回家过年啊 这不现在船上这油呢也都卖光了 等劫后再来 腊月十四的时候就有人看见 这夫妻俩呢开足玛丽 驶向了回家的路 谁知道流应站夫妻 在这满船换来的黄豆菜籽和粮食 并没有回家和家人团圆 正月初二的时候 流应站的家人呢 就到学府镇柴沟村 寻找流应站夫妻 这时候已经见不到夫妻的身影了 那么 打捞上来的无头女尸 会不会就是 江存兰呢 专案组啊 当即只是办案刑警 请来了与江存兰熟悉的柴沟村的村民 和流应站的家人 他们所反映的江存兰的年龄 身高衣着 体表颁痕等等 都与女尸相符 初步认定女尸就是江存兰 带着从江存兰家人那儿 提取的血样和剪裁 计真人员呢 非赴公安部刑科所 经过专家进行DNA的分析 证实无头女尸的确是江存兰 在学富镇柴沟村调查的刑警们 几乎把柴沟村的群众调查了一个遍 刘应战夫妻俩呀 从1999年底开始 每次外出卖游 柴沟是他们待的最久的地方 因此呢 柴沟村的村民 对他们呢 也就特别熟悉 船停在柴沟村的时候啊 妻子江存兰 每天在船上看船 做饭 丈夫刘应战呢 则骑着小三轮 在柴沟村 以及周围村组 挨门挨户的叫卖 赶赴江存兰居住地调查的 专案组刑警们 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大力支持之下 很快查明 刘应战夫妻几年之前 常年的在苏南搞运输 家里15岁的儿子 一直和奶奶相依为命 直到1999年底 无奈之下 这才干起了卖油的嬴声 大部分时日啊 他们是过着水上漂泊的日子 虽然搞运输舍了本了 但夫妻俩呢 也没听说有什么债主和仇人 平常里啊 夫妻之间吵架也常有 但是也相安无事 这么多年的夫妻了 在苦难之中 一直是勤劳的 称持着这个家 警方呢 又找到了星化市大朵镇 一共是18家卖油船 都说呀 腊月15之后 没见刘应战 再来我们船上买过油 去做生意 往日里生意 即便怎么红火啊 或者说是怎么惨淡 夫妻俩呢 都得赶回家 和家人团聚过年 哎 这是中国人每年年根底下的一个盼头 可今年呢 哎 没见着他 没回来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 专案组开始怀疑 江存兰的丈夫 刘应战 会不会是杀人凶手呢 假如他不是杀人凶手 会不会也同样身遭厄运呢 哎 这就成了专案组全体成员 急需破解的谜团 侦查破案呢 得靠两条腿走路 专案组呢 一边派人继续在学府镇柴沟村 对有关重点人员开展真控工作 一方面继续围绕刘应战 是否杀气的疑点 刨根问底 为了确定游船 以及刘应战 是否还在李夏河地区 专案组决定派人 对李夏河地区 出运河和长江的宝印 高游 江都 泰州 江燕 泰兴 静江的18个船闸 进行访问和布控 2月12号 在静江过船闸 收费员回忆说 在春节前呢 有一艘船要过闸 让他呢 交15块钱的过闸费 长着落腮胡子的船主 嚷嚷着说7吨的船 也要收15块钱太多了 最后骂骂咧咧的 只掏了10块钱 往我们面前一扔 哎呀 我们见这个船主凶巴巴的 实在拿他没办法 也就放他出闸了 这个收费员回忆说的 他们开的是一艘七八吨 满舱棚挂江机船 这个满舱棚 再加上船主落腮胡子 这和刘应战的船 以及他本人 是多么的相似啊 调查人员开始有些兴奋了 可又不免有些沮丧 兴奋的是啊 过了这么多天 船和刘应战 终于露出点踪影来 可沮丧的是 过了闸的刘应战 到哪儿去找啊 这就像一条直道走到头 前边突然出现那么多岔道 该往哪个方向追呢 2月8号 安湖派出所值班领导 在电话之中举处不安的 向长宇春局长汇报说 蟒蛇河安湖镇河面上 发现了一条漂浮的人腿 长宇春局长立刻带专案组的刑警们 赶到了发现人腿的所在地 捞上来人腿进行勘验 原来啊 是一场虚惊 从人腿的体征来看呢 是女性的 可死者江存兰 除了眉头之外 并不缺胳膊少腿 从人腿肢体损伤抛面来分析 医疗处置措施明显 在走访有关卫生院 证明人腿啊 是一名女性患者 高位截肢手术之后 扔进河里的 2月18号下午4点半 城区水上派出所打电话 说有传民啊 向派出所报告 在与蟒蛇河连通的 港沟河马沟镇境内 漂浮着一条棉被 这棉被里边 像是裹着一具尸体 下午5点半的时候 木崖沉沉 水井一号巡逻艇 以最快的速度 破浪前进 水上搜索行动 开始了 下午6点半 船过港沟河入口处 所有民警齐刷刷的 站在亭体两边 目不转睛的 朝着探照灯照射的 河面上搜寻 县公安局 龙岗派出所增援的民警 联防队员 也陆续赶到了河边 打着手电 开着挂奖机船 马就加入到了 搜寻尸体的行列 一个小时过去了 没有发现尸体 两个小时过去了 还是没有发现 夜色沉沉 凉气袭人 快艇沿着港沟河 向南搜索了五六里路 看着公安民警 不辞辛苦踏实的工作态度 向水上派出所报案的群众 很是故意不去 还故弄着说呢 哎呀 前几天哪 还听人说 蟒蛇河与港沟河的交界处 有一艘沉船呢 哎 这句看似无意之中 说出来的话 被在艇上指挥搜寻的 长宇春局长 默默地记在心里 晚上十一点左右 目击者说的棉被 终于在众多搜寻人员 眼前出现了 岸上船上民警个个是群情激昂 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 当民警们慢慢地把棉被拖到河岸上 小心翼翼地打开的时候 个个都傻了眼了 怎么呢 这里边啊 没有尸体 哎 只是一床烧坏的棉被 那这棉被会不会是留应战船上的呢 闹腾的河面上 冒出来一条腿 又冒出来一床棉被 是那样的了拨起了专案组 每一位侦察员的侦破欲望 可是欲望之火刚一点燃又被浇灭 有的参战刑警啊 都不免有点抱怨 哎 是谁做恶作剧呢吧 可长局长说了 有就总比没有好 没有工作可做的案件 才越是难破 折腾了大半夜的刑警们 听了长局长的一番话 感觉哎 真有道理 长局长呢 又耐心的让报警人员 把有关听说的沉船 再讲述一遍 蟒蛇河与港沟河交界那儿 有一条沉船 长局长听完之后 立刻就说 真是山崇水腹一无路啊 王春泉 立即核查 二十号上午 王春泉大队长带领侦察员 对龙岗境内蟒蛇河边的船民 逐个的访问 有船民反应啊 年前蜡月中旬 有一吸铁船 在港沟河入口处 吸到过铁油桶 又有船民反应 还有人在河里 捡到过小桌子 小椅子 王春泉就琢磨 河里怎么会突然出现 这些东西呢 其中一定有蹊跷 踏上吸铁船 王春泉一眼就看到 一张绿色的小方桌和小木椅 这和流影站船上用的桌椅特征 是极其的相似 刑警们呢 就仔细询问了 吸铁船主 事情的经过 是年前蜡月中下旬吧 这个吸铁船主呢 照例到龙岗凤凰桥东 蟒蛇河内吸铁 发现河面上漂浮着东西 就赶过去 没想到就拾到了桌椅 后来又在河里啊 吸到了五支油桶 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的机壳 这位船主呢 还肯定的告诉王春泉大队长 说在蟒蛇河与港沟和交界处 有一条挂奖机沉船 专案组指挥部迅速来到龙岗 对吸铁船吸道的物品进行甄别 认为这些用品呢 就是刘应战夫妇船上的物品 为了慎重起见 专案组又派车前往兴化学妇 将刘应战的家人 以及熟悉船上物品的人 请到龙岗进行试别 最终认定这些物品 的确是刘应战船上的 接到专案组的捞船请求之后 严城市航道管理处打捞船队 连夜开到龙岗 2月21号上午8点左右 在蟒蛇河与港国河交汇处 往东差不多100米的地方 发现了沉船 打捞人员呢 潜入水底 摸索着用钢丝绳 把沉船拴好了 9点左右 打捞船开足马力 随着机器的轰鸣声 沉睡了一个多月的船 浮出了水面 打捞到半截的时候啊 船上的字就露出来了 写着昌戎射成名造船厂 虽然船棚被过往船队拉坏了 可刘应战的儿子 还是一眼认了出来 说这船就是我们家的 船被拖上岸之后 只见船的后舱中舱前舱 各有一个直径30公分左右的洞 根据董航的船民推算 说这几个洞同时进水的话 只要五分钟船就会沉没 狡猾的犯罪分子怕暴露目标 实施了快速破坏性的沉船方法 沉船地点呢又恰好是蟒蛇河道上最深的地方 船上没有刘应战的尸体 刘应战夫妻的衣物也一件没少 可满满的一船卖油换来的黄豆 菜籽 稻谷 却不见了 根据前期调查掌握的情况 船上装有3000多斤黄豆 一千多斤菜籽以及几百斤的稻谷 有用麻袋装的也有散放的 在下游河道上呢 没有发现黄豆菜籽稻谷在水面上漂浮 况且船上比袋装黄豆菜籽轻的东西有的是 这些物品也不知去向 只能说明一点 这些物品被弄上岸了 那么是刘应战 还是另有其人呢 专案组啊 迅速分头行动 深入全县20个乡镇 对油坊开展全面走坊调查 同时对市区的粮油集贸市场进行走坊 仅仅在2月22号这一天 专案组在各派出所的密切配合之下 就走坊调查了300多家油坊和粮油集贸市场 也是在这一天的工作之中 专案组看到了案件侦破工作的巨大转机 当龙岗派出所民警 来到龙岗这一个个体油坊的时候 这位妇女反应啊 说去年腊月十一上午 有一个年纪三十多岁的男人来到门市上 说有几千斤黄豆要卖给我 因为我丈夫啊当时不在家就没买 我呢就把这个年轻人呢 介绍到另一家豆腐坊了 那年轻人把黄豆全卖给豆腐坊了 据豆腐坊门市老板回忆说 说年前腊月十一左右啊 是有个年轻人到门市上卖过黄豆 有三千两百多斤呢 我给了他呀三千八百块钱 我就问他 我说你从哪弄这么多黄豆啊 他告诉我说呀 有个兴化夫妻俩 以前欠他钱 后来外出搞运输躲债 好几年没碰上他们 几天之前呢 我倒严惩掏粪 正好撞上这对夫妻 他们只好用船上的黄豆菜籽 给我抵债 根据豆腐坊主的回忆 就在同一天 那个年轻人还卖了一千多件的菜籽 给一家邮房 专案组民警几经周折 终于找到了收菜籽的邮房 邮房主提供的 棒码单上的时间 是一月九号 也正是腊月十五 在那家豆腐坊门市 刑警们在查黄豆的时候 发现了编号为九号 十号的蛇皮口袋上 隐约有红墨水写的字 仔细辨认写的是德鱼 品德的德 剩余的鱼 诶 德鱼 徐承文副局长的头脑啊 看到这俩字之后 迅速的亢奋起来 口袋上的德鱼 会不会就是已经掌握的嫌疑人 学富镇柴沟村的杨德鱼呢 见刑警们 对两只装满黄豆的口袋 如此感兴趣 个体老板又仔细回忆 说卖黄豆这年轻人呢 把黄豆过完棒之后 想要装回黄豆的口袋 为了省事 我呢顺手从自己家里 拿了几个新的蛇皮口袋 就给他了 徐承文副局长 立刻组织人员进行辨认 侦察视线 从一片漆黑到默默忽忽 再到逐渐清晰 最终在杨德鱼身上定格了 刘应战杀妻谜团 一瞬间也烟消云散 一定不是他杀了妻子啊 那么他究竟在哪儿 是死是活呢 也只能在杨德鱼身上做文章了 二月二十二号晚上 绵绵春雨掩盖着 专案组击捕人员的脚步声 击捕人员呢 沿着乡间的泥泞小路 直扑杨德鱼驾 当击捕人员 如神兵天将似的 出现在杨德鱼驾的时候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就抓住了他 他呀生死历劫的在那吼着 你们干什么呀 你们抓错人了 我没有杀人 哎 还没问你呢 你怎么知道 我们是问你杀人的事 典型的做贼心虚 不打自招 勤获杨德鱼之后 继针人员呢 对杨德鱼的住所和船只 搜查的结果 更加令人振奋 在杨家西乡房啊 放着一些蛇皮口袋 那么这些口袋呢 也都写着德鱼两个字 并且还有编号 恰恰缺少了编号为九和十的 这两个口袋 这新口袋的尺寸样式和豆腐坊提供的样品是一模一样的 进了审讯室的杨德鱼 没有了生死历劫 反而是镇定自作 谈吐自然 可是他眼神之中 掩饰不住 那种恐慌 审讯之中啊 杨德鱼拙劣的表演 就像电影电视里边犯罪嫌疑人的表演似的啊 一个小时东拉西扯 两个小时焦躁不安 三个小时额头冒汗 四个小时要水要烟 五个小时胡搅蛮缠 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 经不起灵力公事的杨德鱼 向审讯人员提出 要见一见可爱的女儿 遭到拒绝之后呢 他只能请审讯人员 转告他的侄女 照顾好自己的小女儿 在刑警们威严目光的注视之下 他开始如实的交代自己犯下的罪恶行径 腊月以来啊 被债务逼得喘不过气的杨德鱼 忧心忡忡的在村子里边晃悠 当他得知 长期停靠在柴沟村卖油的 刘应湛夫妻卖完油 将于腊月十四开船回家的时候 心生歹念啊 经过一番筹划 腊月十三杨德鱼以外出挑愤为名 将自家的七吨挂奖机船 开到了刘应湛回家的必经之路 坐等刘应湛的船只通过 腊月十四上午九点左右 刘应湛的船呢 哎就走到了这个地方 杨德鱼啊找了一个借口 说哎 刘大哥 有点东西 麻烦放你船上帮我带到兴花吧 这么着 把刘应湛的船就喊停下了 并且把刘应湛骗到了自己船上 往北行驶了差不多二里路 停套在无人居住的河边 趁着刘应湛背对他的时候 他伸出双手 死死的掐住刘应湛的脖子 刘应湛十分钟就咽气了 杨德鱼把刘应湛的尸体塞到铺底下 又上岸跑到了刘应湛的船上 见他媳妇江存岚正打毛衣呢 杀红眼的杨德鱼冷不丁的伸出罪恶的双手 死死的掐住江存岚的脖子 摁在铺上 可怜的江存岚呢 紧紧微弱的喊了一声救命 就命丧黄泉 可是在这河面上 连个人都没有啊 这声救命当然也就没什么用了 为毁尸灭迹 杨德鱼呢 当时把刘应湛的船 就开到自己的船旁边 把两条船并排的绑在一块 沿着莽舌河开往龙岗 沿路上 他想把两具尸体装进油桶 再沉入河底 可油桶呢 放不下一整具尸体 于是他在龙岗上岸 买过来一把菜刀 趁着晚上 残忍的把刘应湛夫妻的头都割下来了 放进了粪桶 藏在自己船前舱里边 又用铁丝捆好了 刘应湛江存岚尸体的双脚 装入油桶 在油桶里边呢 又填满了米 盖好了盖子 放在船头 把船呢 开到了 莽舌河马沟镇北下村境内 把这两只装有尸体的油桶 就推入河里了 沉入河底了 连夜又折回了龙岗 将刘应湛船船上的黄豆菜子 用自己准备好的蛇皮口袋装好了 搬到自己船上 随后又用铁锤将刘应湛那条船的船底 前后砸了四个窟窿 沉入河底 腊月十五 杨德鱼处理掉黄豆菜子之后 开船返回来 为了处理两具尸首 杨德鱼啊 从一个水泥预制厂 买了两件直径四十公分的水泥寒管和石头子 从一个过往卖水泥的船上 买了两包水泥和沙石 当天晚上就把刘应湛和江存兰的头 分别放入寒管之内 用祸好的水泥石子以及石沙 封住了寒管的两头 然后推入了蟒蛇和秦南镇 和学富相交界的中王闸附近 自以为一切都神不知鬼不觉的杨德鱼 在江存兰尸体浮出水面之后 也假惺惺的跟着学富镇柴沟村的群众 前来辨认江存兰的尸体 可他做梦也没想到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古语 到底是有多么的灵验 专案组根据杨德鱼的交代 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打捞工作 听到消息的群众 也不约而同的聚集到了蟒蛇河边上 乘着刘应湛尸体的铁桶 最终终于被捞了上来 交住了刘应湛夫妻两颗头颅的水泥寒管 也捞了出来 目睹惨壮的所有干部和群众 无补义愤填膺 讲声灯影之下 蟒蛇河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好了 江苏盐都杀人碎尸案 就为您讲述完了 更多内容咱们下期节目 再会